這個案情 第一個完全集中在 減速黑金專組的中組來集中偵辦 這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第二件事情 當公務人員做出這樣的指示 柯文哲逃得掉嗎 呃我先講一下 減速黑金專組裡面有很多很資深 有經驗 辦案經驗 豐富的檢察官 他把集中到中組 其實啊 叫做統合偵察事權 講比較抽象 講比較具體就是集中火力啦 集中火力 集中火力 為什麼會集中火力 集中火力猛攻柯文哲 他等於是這些有有辦案經驗豐富的 檢察官集中在一起 把這幾個跟柯文哲 因為市政府的辦公室就在隔壁 大家好交換 在同一組裡面 那中組來辦 其實過去辦案經驗也非常的好 那接下來其實有剛才那個 鄭浩特別講到幾個公務員被約談 這個是週刊正經揭露出來的 包括公務員特別講到說 雖然市長沒打電話下來 如果一般基層公務員 大概不會接到市長的電話 但是他講說什麼 他看到是上面轉下來 教的這個金華城的陳情書 就知道是市長是要的 代表這個默契是知道是上頭指示 而是上頭來自於哪裡的 市長是 下一個是什麼 他說如果叫我們抽回重寫 一般來講 如果公文上面有一些意見 往返都會登錄在系統上 但是為什麼要去規避系統上的登錄 而用另外抽回在系統上不會填說免疫抽回 是實際上跟你交辦說 你在怎麼處理 重新在自己抽回 他連公文都長官說 你這樣寫我們會下不了台 你去給我重寫 對 而且他不用正式的系統去登載 為什麼 他在規避什麼 那其實就是講 不想留紀錄 對 那像裡面有講到說 承辦的公務員說 過去沒有辦過像金華城這種經驗 代表說他有一個異常的情況 賀利 在這幾的公務員 其實都還沒有到一刀斃命的可能性 其實比較接近 證人證 今天像北檢在傳了兩個都委會的委員 說目前已經傳了十一個都委會的委員 他們的外部委員 這些專家學者一共才十五個 已經傳了十一個 代表他在勾勒過去 為什麼在都委會會通過這個過程 宋正邁的角色 其實會比這幾個公務員還要關鍵 為什麼宋正邁角色關鍵 第一個說他不是 你就不會去戴他帽子說 他是他是藍或綠 他就是一個宋楚瑜的女兒 他就藍的 對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也是一個專業的判斷 他這裡面留下的會議紀錄講什麼 他跟你說 這個你這個金華城的案子 不符合都更條例 不符合賭開條 他把所有不符合法律的東西 留在會議紀錄裡面 檢察官傳他來 其實鞏固這個證詞 你當時在會議裡面 有沒有講這個話 是 講完之後 我們的圖利罪的構成要件 叫做明知違背法令 而圖他的利益 他鞏固這證詞是說 你公務員 台北市政府明知道 這些都委會委員白紙黑字 寫在上面 因為有委員提醒你違法了 你就不能說你不知 如果我要這樣講 如果像我說柯文哲也好 彭正森也好 他們一定會講說 我在當下不知道違法 是後面監察院通過糾正案 我事後才知道 有違反這個法定容積上限 才違反那個都根條例 我看到監察院案 他是事後才知道 今天宋政賣被傳去作證 最主要就是說 你在整個都審的過程裡面 已經告訴你違法了 你這些白紙黑字燈載在公文書上面的 柯文哲也好 或者彭正森也好 你就看到了 你還明知違背法令 屠他人利益 這個部分的構成要件是很清楚 所以為什麼 十一個都審會委員都已經被傳 之前柯文哲講說 這個案子一共經手五十個 五十個公務員 其實這些五十公務員 都不見得會出事 因為他們會傳去作證 證人只會指向什麼 這個市長是交代 他們不是決策者 真正決策者 兩個關鍵證詞 我說宋政賣是一個關鍵證詞 另外一個就是彭正森 目前涉嫌犯罪嫌疑重大 被限制出境出海 跟這個限制住居的彭正森 他在裡面的配合程度 如果照他對之前外面講的 是市長裁糧權的話 下一步就是柯文哲 都審會委員都傳完了 公務員都傳完了 連副市長都傳完了 連都委會委員都要傳完了 一共十五個外部委員 已經傳了十一個 應該差不多收網了 而且北檢現在集中火力了 集中火力到終主了 所以下一步柯文哲 就可能要去自己去解釋 為什麼會通過這樣的一個 讓金華城超過法定容積 上限八百四十趴 然後可以獲利媒體統計 一百億到兩百億都能講 柯文哲有講 是應曉威的陳情 議員陳情 就是一個陳情而已 是誰加速的 你報了那個三個料 其實你看那個裡面的一段話 他說要儘速辦理 這段話看起來 請都發局擔任PM 金華城送見後 儘速積極協助辦理 這一段話像不像我們前一段時間在講 我心態上還要很積極 我不是這麼快 我不可以要死不活的很快 我要很積極 楊文科的起訴書裡面是不是有下類似的指示 對 他在縣長的任內說 我要指示說怎麼樣怎麼樣 要儘速辦理 同樣的類似的會議紀錄 在這裡已經出現了 對 下一步柯文哲要怎麼面對這個法律責任 圖利罪就是五年以上的重罪 基本消費像之前 我說一直講 就是判九年了 所以柯文哲在這邊 他面對的法律責任 尤其當彭政森跟宋政麥都作證之後 柯文哲大概很難 應該我認為下一步應該就是他要去面對 好 非常謝謝定義律師 我想問范老師 這三個會議實在太關鍵 第一個3月10號我們講過很多次我不講 第二次我真的沒有看過發生這種事 我舉例喔 這是2021年4月21號的會議 譬如說他們討論議題有很多 譬如說第三區漏品市場批發市場改建案 他說請市場處當批業合理啊 我漏品市場改建那是市場處啊 對不對 關於本市設置專業季集場的進度 請體育局當批業合理啊 這是公共事務 讓局處公務員來去盯進度 這是OK的啊 哪有金華城案 他叫都發局去當一個私人公司的都更案的PM 然後還要都發局呢 競速積極協助辦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一樣啊 彭政生的部分啊對不對 比如他上個說萬華地區美食振興計劃 說商業處當批業 OK啊 這是公共利益啊 一樣啊 金華城都市計劃案 請彭政生當PM 協助競速提都委會大會 誒這個寫下去柯文怎麼會怪 幫老師 彭政生就是都委會的主委嘛 對 那他上次檢察官說 沒有羈押必要 對 你看他整個人大概瘦了10公斤 有嗎 差不多 進去之前啊 對 但是檢察官對他很好 兩個多小時就出來 出兩個小時就出來 最近又腹胖 開玩笑 可能心情好一點 心慌就體就胖 那表示他壓力很大嘛 對 壓力三大嘛 那你看第二次第三次 柯文哲都是都有參加嘛 黃文堂都有參加嘛 對 我必須要講啦 其實蔡壁如一直 他之前一直是柯文哲的煞車皮 對 他之前在台大醫院 就幫柯文哲做帳 他是因為台大醫院是公立醫院嘛 所以每個帳目都要很清楚 我認為他的那個MG149 柯文哲能夠安度 應該是蔡壁如的功勞 對 蔡壁如從2020年2月離開市政府 對不對 去當部分區 沒錯 柯文哲等不及啊 3月就跟應小微開便當會 哦 所以你看為什麼這兩天 蔡壁如出來講 在酸嘛 沒有我 我在的時候沒事 我一離開市府就出事 完全相信的是黃珊珊嘛 對 把這個蔡壁如取而代之嘛 對 蔡壁如本來是在權力中心 被到立法院 在那邊冷凍起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這兩天蔡壁如出來講話 所以柯文 你用了黃珊珊的結果 就是如此嘛 那剛剛講到 這個宗主啊 其實現在不能叫宗主了 應該改不叫柯主 全部都是辦柯文哲的案子嘛 對不對 你看 北市科 金華城 我先講 我跟你講這很誇張哦 他原本辦北市科金華城 萬大漁果市場的檢察官 叫林俊妍哦 林俊妍 原本在北檢的艾祖哦 北檢艾祖的林俊妍哦 這次事務分配哦 直接跟艾祖主任 一起轉調宗主 專攻柯文哲哎 宗主現在兵搶馬鑽嘛 本來就已經是天下第一組了 現在又把艾祖人要納進來 這現在變成這三個案子 北市科金華萬大漁市場 還有政治獻金 現在要跟政治獻金 無法接軟 對不對 本來是各司其職嘛 應該是四個案子 這就是我懂的 為什麼政治獻金 北檢要這麼快的立案 另外 晚上馬上去收柯文哲的民眾黨的黨部 去收端木正的帳本 他們就是認為中間可能會槓上開花 跟北市科金華城 萬段漁果市場連接嘛 我覺得這次柯文哲背景要發涼的原因 因為本來如果分四個組 彼此可能沒有那個橫向溝通 速度都會變慢嘛 對 我現在四個案子全部合在一起 一個組 對不對 就是打蛇打在七寸上面 每個禮拜的小組會議就討論柯文哲 不管是鄭明倩是部長 他當然是帶頭嘛 對不對 然後王俊立是北檢的檢察長 對 加上陳白立是調查局局長 這三個人現在 一定要把這個案子辦成鐵案 是 當然啊 因為這是打響的第一炮嘛 對 所以我覺得 不可能第一炮就啞彈吧 啞彈太爛爛了吧 對 那這三個 包含這個鄭明倩部長 可能做不到年底的換人 難怪 周時希望往前阿伯插雷彈 當然插雷彈啊 調查局是派誰 派的是這個北極戰 是調查局最有戰力的 對 地檢署是中組 也是最有戰力的 北極戰也是最有戰力的 所以我們知道 調查局所有的優秀的調查官 都是在北極戰 因為他就專門做辦案 他專門不做情報工作 全部做辦案 而且北部機動工作站 他叫機動工作 臨時有重大案子之後 立刻就上嘛 沒錯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北極戰 一定是燈火通明 因為他們接下來北市客案 都非常的大案 我覺得啦 檢調會讓柯文哲 現在接下來 真的每天晚上睡不著覺 因為接下來約談的情況 會越來越明顯 剛剛講到 連這個洪森生被約談 包含誰 當時這個2020年的時候 我們剛剛那個便當會 殷小威 誰是這個都發局的局長 叫做黃 叫做黃錦茂 黃錦茂是2018年 做到2021年 黃錦茂的前任是誰 就是林鄒銘 林鄒銘跟柯文哲會鬧翻 對 林鄒銘跟柯文哲鬧翻 是大巨蛋的事情 但是金華城的事情 當時他是不是也 瑞之一二 林鄒銘可能已經被約談了 然後我們看到黃錦茂 黃錦茂已經 我相信一定被約談 因為他都發局長 他做到2021年12月 他不敢做 做不下去了 跑掉了 跑到那個都發中心去了 換這個黃一平 那我們知道黃錦茂 他是非常專業的行政官僚 他當過高雄市政府的公務局的工程師 然後又在內政部的營建署 當過副署長 所以我跟你講 都發局的每個公文都是美嘎 他的公文都寫 鳳交相 他給柯文哲都提醒 這個會違法 不能亂給 然後到最緊要關頭 你們一講說黃錦茂就落跑了 落跑了嘛 自己公務人員生涯對不對 這個一輩子的退休金 不願意因此葬送 因為柯文哲而葬送嘛 對不對 他當然要保護自己啊 他離開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的卷宗 這裡面的資料 應該都掉了差不多了 是 那接下來 連彭盛盛都被約談了 連這個都委會的委員 一個一個被約談 剩一個人 就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叫做什麼 高處不勝寒 所以我覺得 好好做準備 心平氣和 帶個佛金進去 心平氣和 感覺比較好一點